大奖那个 那是不是哪个彩票中心的主任的亲戚呢 或者是不是就没那奖 他怎么就给领走了 就不让我们得 有相当多的彩民 认为这里有事 其中那个网站有过一个调查 大约都有高达59%的彩民认为 整个彩票运作过程当中可能有冒定 那么是不是这样呢 你看啊 首先我们说这事都跟钱有关 咱们把这个钱的比例分配一下你就知道 比方说这个买彩票钱 他50%是奖持 就说白了 大家凑了100块钱买彩票 有50块钱的是返给得奖的人 剩下的35%呢 是作为公益金 再剩下15%是发行费 咱们一个个来说 你看这里头 首先说奖持是 比方说这些彩票 想说卖了这个100个亿 那有50个亿呢 是要返给彩票的 那么这个奖持很多人怀疑什么 首先一个大家怀疑 说都奇了怪 怎么经常一登奖没有 特登奖没有 突然间这奖持雷雷雷雷到好几个亿了 突然有一个人 等于在一注彩票上呢 重复投了 就比方说两个钱一张彩票 我就买这一个号 我买200块钱的 就等于100倍 买了100张彩票 一下子就把这奖持钱几个亿都掏走了 你看今天10月5号 山西一个彩民中了 100倍的一个奖 最后的头登奖是500多万 那100倍多少 最后中了5亿2000多万 这是这些年来中国彩票排第三的大奖 后来这人达不成动画人物熊二那样 不敢让别人看见 到那个彩票中心去对奖 2014年10月5日晚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进行第141157开奖 当其双色球投奖 爆出107柱 单柱奖金为520多万元 其中 山西太原市的一家站点 独揽101柱 且全部落在一张投注100倍的彩票上 累计奖金高达5.2亿元 这是中国彩票时上的第三大奖 也是今年的第一大奖 10月13日上午 在山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山西5.2亿元巨奖得主现身领奖 领奖时 他身着卡通人物熊二装扮的服装 由于包裹严密 全程由工作人员搀扶 此外 为保护获奖者的个人隐私 山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工作人员 还要求对奖现场 所有的媒体人员签写了保密协议 近年来 蒙面领奖似乎成了彩票对奖过程中一个惯例 由于不公开个人信息 大奖得主们的真实身份也一直扑朔迷离 对此 一些网友不仅好奇一元奖金的去向 更质疑 开奖过程是否存在暗箱操作 很多人就怀疑 说我要买彩票了 我怎么买呢 比方说我都有二十块钱 我买十张彩票 很可能呢 这个 每一张号都随便打击打出来 不一样 这样我壮大运碰上的概率不高点吗 很少有人呢 说我选了一个号 我买一百张 选这号买八十八张 这个不大符合一般采民投注的常态 可是奇了怪的是 每到这奖池累累累累 你要奖池里剩下 比方剩几百万 可能没这事 一旦累到过亿了 马上就冒出一个人富士投注 一下就种这些 所以很多人怀疑这里边是不是有事 说是不是 当然有人不一定怀疑 就说说是这个 啊 中奖这人跟那个彩票中心有什么的 这事有点是 满天过海 胆太大了 有很多人怀疑啊 你看 他打扮成动画人物 有的搁这西游记那脸谱 有的搁洗洋洋回太郎 不敢让人知道 那这个人是不是就不存在 他根本没中过奖 有很多人怀疑这事 就是我们现在看呢 每天这个彩票销售截止日期到什么时候 过去是六点 现在有八点 晚上八点 那么开奖是什么时候呢 电视台直播的时候是九点半 那你看 销售停止时间 开奖时间差一万小时 有人说这不对 应该你销售这一停止 这边马上就开奖 你已经卖完了 你当然可以开奖了 那为什么要等一个半小时呢 相关福彩的工作人员解释 说我们得等着 全国各地啊 卖了多少彩票 这数据啊 传输给中心 中心才能开奖 你要这个卖出的数据干嘛呀 你不管卖出多少份 你该开奖不也得开奖吗 这个是没关系的 他为什么要把数据统计起来 再开奖呢 所以我说 这个事必须要向公众交代清楚 你这一半小时干啥了 虽然咱们说这种猜测 十之八九不存在 可是是不是需要你彩票管理机构站出来 给大伙说明白啊 你这一半小时有没有必要啊 还有的人说 那球能作奖 你安个磁铁啊 打上中油啊 一咕噜啊 什么时间开 开多少号都能控制 大伙看世界杯抽签没有 比如说那怎么作奖 那贝克汉姆把手伸进去 转半天捞出个球 那球本身就能作奖 这个已经在很多的这个媒体上都曝光过 说原来是什么呢 把这球搁冰箱里头 再往里一放手 比方说 我想把英格兰抽到这个意大利这组 哈 这贝利在这晃晃晃晃晃晃 一摸 有一个球冰凉 出冰柜里出来 把他拿出来 这一打这一看 英格兰给大利一作 说后来呢 这冰凉的球在里边 容易解水珠让人看出来 改成加热 这都有 我说这个 倒不是说现在国际足联就在这么干 就说至少这样的方法是存在的 那么由计算机来控制 摇奖这过程 计算机输入什么程序 这些都是不透明的 就说这个 有必要向公众解释清楚 我们有什么样的程序 怎么样在这开放的环境下 怎么样有公正人员 公正人员不能光看这个 那背后的技术支持呢 财不外露 蒙面临走 议员大奖得主 为何不愿露脸 当对奖过程遭遇信任危机 公众的知情权和获奖者的隐私权 该如何平衡 从公益金到发行费 彩票监管还存在哪些漏洞 转下资金 怎样才能做到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晒晒彩票的账单 老良官世界 摸摸彩票资金的底儿 稍后播出 稍后继续为您播放 老良官世界 国家审计署 兵分十八路 万亿彩票资金 即将大起底 或梦想一夜暴富 或期盼喜从天降 小小彩票 领多少财民 为之痴狂 你看光去年一年 彩票的销售量就达到三千个亿 也就是说你要军摊的话 等于全国老百姓每人每年都拿出了二百多块钱买彩票 百倍投注 蒙面领奖 议员大奖得主的身份 为何总是引来热议 当亿万资金遭遇审计风暴 彩票运营该如何规范 分碎彩票造假的流言蜚语 还需公开哪些细节 那你看销售停止时间 开奖时间差一个半小时 有人说这不对 应该你销售这一停止 这边马上就开奖 你已经卖完了 你当然可以开奖 那为什么要等一个半小时 把开大奖的层层外衣 本期老良官事件 带您摸摸彩票资金的底 每当出现大奖的时候 为了保护个人隐私 压根谁中奖 大伙不知道 他具体情况都不知道 有人说这也对 那你要知道说 他中几个亿那了得吗 中国人讲着财不外露 你要知道以后 有些人找他麻烦 没准弄得他 还是妻里子散 家破人亡 个人隐私不行 可是你奇怪的是 这中国国外英国美国 那个大奖开的 那比咱这奖还高 你会发现得奖的人 乐乐呵呵面对媒体采访 人家怎么说个人隐私 就不那么当回事 其实是强制性 为啥 我刚才说了彩票 这个钱是老百姓 一分一分雷起来的 雷到一定程度了 形成了彩票这奖池 那好 这是大家的钱 那么公众对这个财产 是不是要有知情权 当然 他进了个人腰包了 他在咋花 那跟我没关系了 可是由公众这个奖池 进到个人腰包的过程 他怎么进去的 他凭什么得了这个 他用哪些公开的程序 把这个钱弄起来 我是不得知道 我只要花两个钱买彩票 我就拥有这个知情权 所以说 在保护个人隐私 和公众知情权之间 我认为在彩票领域 应该优先保证 公众知情权 彩票的中奖的结果 是肯定不能预测 那么今年以来 整个的双色球的销量很大 每期大概都在三亿以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有人出来预测 说我过一段时间 可能能中五亿多少 或者四亿的奖金 是完全可能的 而且也非常正常 因为我的奖室里面 有这么多钱 这是一个最大的限运 双色球采用的是 电视直播的方式 整个我们在现场 聊讲的过程 和我们最后 大家看到的 是完全一样的 不存在任何 后期制作和剪辑的 任何一个过程 没有 比如说从开始的 摇讲器具的检测 到摇讲球的选择 到电视直播的开讲 到整个这个 摇讲器具的这个工程 都是由这个公正 公正处的工作人员 全程监督 摇完讲以后 摇讲球和摇讲器具的工程 是由公正处的工作人员 亲自来操作的 那么整个摇讲过程的录像 也是由公正处来保存的 你这以后的核查 所以说这些东西 虽然我们都是猜测 可是我以前多次举过这例子 正如是面前一场玻璃 你要透明看里边 我当然认为你没事 本来你没事 你非在面前挡个毛玻璃 我看不见 我就得怀疑你背后有事 所以我是希望 通过审计署这一次活动的 下去的 把讲器这个情况摸清楚了 整个彩票的运作过程当中 是什么样 还大家一个公开 透明公正的 这样一个彩票购买环境 所以我说这是关于 奖持返还奖金 再第二个呢 50%的奖金说完了 35%的公益金 这个公益金呢 是彩票的一个初衷 就是100块钱里头 35块钱 是作为公益基金留下来 那这个公益金怎么分呢 一半上缴国家财产 一半搁到地方 然后这比例呢 大致呢 你比方说搁到地方呢 总共是五项任务 叫做这个扶老 救孤 助残 继困 振灾 五个任务 就是老弱病残 你得管 哪会困难户得管 再让救灾了 也可以花这钱 这地方 搁到中央呢 他大头搁到社保基金呢 剩下的有公益专项基金 也要给民政部门去用作 就这钱大致这么分了 可是你实际调查一下 发现呢 有相当多的这个公益金呢 就没用上 你想他又没用上 他钱就搁在银行呢 我们大伙都知道 钱只有花锥才是钱 你搁银行里不是钱 所以没用上 这跟当初的初衷就违违 你像有的地方题材 把这个公益金分配过来 是盖了体育场馆了 盖体育场馆 同时捎带着 把体委的办公用品给换了 老板台 还有什么电脑 手机都弄一堆 你这就不合理了 就是把它当成自己一个小金库 来使而且公益金 趴到账户睡觉 这效率本身就低 你等于没有发挥它的效率 再有的剩下的15% 运作经费 就是100块钱 彩票里边15块钱拿出来 是作为发行经费 现在电子彩票在网上购买都出现了 就说它整个的发行成本 是逐年下降的 那发行成本逐年下降 规模还扩大 前面我们说那公益金 到现在为止已经6000多个亿了 这个彩票发行费用 到现在为止累计 花出了2600多亿 它花哪儿去了 你像前不久曝光了一件事 就国家彩票中心 福彩中心 在黄山有个培心基地 还有那培心基地 那个豪华 四五栋五星级酒店的标配 里边甚至有个法国大厨 给你做正宗的法材 所以这钱从哪儿来 就是从这些行政经 喝到没了 这难道你 喝到你 也吃到一份 喝到不咀 喝到不咀 at啦